拥有歌手 演员 综艺MC等多重身份的张艺兴 一直是娱乐圈里的老模一枚 暑记档和黄渤等一众大咖主演的电影 一出好戏中的精彩表演 让不少观众对她刮目相看 综艺节目里她也凭借真实 勤恳的态度和性格稀粉无数 不过对于张艺兴来说 做音乐这件事相比之下更为重要 1617年分别发行两张个人专辑 除了基本的演唱和舞蹈 她还参与到制作当中 在唱片行业不太景气的当下 能够一年发行一张专辑 可见张艺兴对音乐的热情 和她的人气之高 昨天张艺兴出席某喜护品牌活动 在采访时就透露 自己的第三张专辑即将和大家见面 把每张专辑看作亲生孩子一般的张艺兴 谈到新专辑也是忍不住露出了爸爸笑 进展真的是已经马上了 马上了 真的马上了 但是确实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一直不断地在给整个制作 在做整个制作的环节 那确实每一步真的都非常难 到现在为止 其实mastering还没有到mastering的阶段 所以这么不断地制作的阶段 那其实还是蛮着急的 对 但是不过大家期待吧 真的非常非常真的非常非常用心的一张专辑 很厉害很厉害 我如果给二胎sheep那张专辑打了90分 那我觉得三胎的这张专辑应该是91分 比二胎稍微进步了一点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当然大家也可以给我 你们觉得好的分数 因为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对我作品的认可 当然如果觉得不好也要跟我说 对新专辑如此有信心 想必在制作和筹备上 张一新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毛于工作的他总是让粉丝担心 是否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毕竟有时候工作太忙 就难免停下来看看眼前的风景 不知不觉从青葱少年成长为即将三世而立的青年 能够慢生活也逐渐成了张一新的一个小愿望 越多的时候离生活就当然是越来越远 所以还没有好像 也说一个比较伤感的话题 好像还没有就是那么彻底的感受生活的环境的时候 慢慢的就已经就是到了快三十的人了 这个确实给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我还在停留在自己可能是在那个 十七岁那个非常有冲击的那个年龄 在跟大家对话 跟经纪人对话的时候突然发现 我也快三十岁的人了 这真的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走到现在 我还没有做特别特别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当然会有一些错误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每一次选择 是给我的经验 是给我人生的一次经历 所以那都是我的人生 爱情娱乐上海报道